明年就在六对天气开中三百年 早就说在平东亚一段态的事情 平东亚客家是无处 今天出席平东亚议会的天气费 要付报告当中 所以报告和他保障和郑冠萨 三一复头业到立行新的要付应该 对六对三百年的竞争发通 而用于来进行 每个客家会依然一段关系吗 美职的本客总组得韩国后 平东亚客家事务处出席成立品 向亚议会报告业务成果 亚议会议会议会关心 明年六对三百年 竞争发通的規格尽头 来冲黑家国家 平东亚因然利时感制出 平东亚政府提经验十五年 整齐到三亿人用的前价建设金费 外提平东是刺杀海顺 经行合适经管的广场 希望留国后对同众对的两个人 也做得得到相同的単议 毫无处理应 亚部分已经在进行 平东亚客家事务处表示 六对三百年发通規格 第三個部分 以及一些學長提點 打出文化露界 還會拿平等提起的六對白象徵 國幾百的經典本民眾打卡 文化部分會打出310條 用310條的生態稱用 誤出學家精神 也依然建議的 何順萬人創學家庫 也將會列入考量當中 希望說到國防的意見 努力攀好六對三百元經常發通 《學家新聞》 潘森豐 平等報導